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到第二節向了節目時間 其實理解泰國政局 我想第一個角度應該要超脫 就是現在人家所謂亂局背後 是否代表亂局被收拾或被平 或是代表整個問題解決這個迷思或論述 很大程度上可能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泰國最有影響的就是兩班人 第一班就是軍隊 第二班其實剛才長矛都有說到 一些商人在泰國其實影響都很大 譬如我們說到他信本身 在商界裏千絲萬縷的關係 又或者說到其實不多不少能夠從政的人 特別是一些如果他本身是一路做生意 背景去到崛起的話 其實不多不少他都會透過一些金錢作為手段 去籠絡不同地方的政治力量 但其實我們都會知道其實王室 在整個泰國政局裏面都擔當著一個象徵性的作用 但大家都知道現在泰王基本上他健康出了問題 剛才我早陣子在農曆新年去泰國的時候 去到曼谷甚至去到旅行團的時候 甚至在街上都會說 那間醫院其實現在泰王在那裡 就是優惹感 當然大家都會看到在主流媒體裏面 都看到泰國王室在今次整個政變裏面 好像都沒有什麼很大的一個回應 那很大程度上都因為現在皇帝 因為身體實在是個狀況很有問題 而導致到暫時皇室在這方面發揮不了角色 但是其實長坡你會覺得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局勢裏面 其實人民會不會很大程度上 都只不過是受到這兩幫政治力量的操縱 其實泰國無論是作為一個政治的實體 或者一個獨立的司法 它是一個國家來看的 就是說它在近著印之半島那一堆的國家 就是東南亞國家來說 它一直經歷的 它這個國家的經歷 就是說由一個王朝過渡到一個現代的國家 最初是由泰皇去立憲去成立的國家 實際上是被軍人操控的國家 其實那個買版性質是非常清楚的 換言之是什麼呢 第一 泰國的資源和財富不停是被外面的人抽出去 而這幫買版的集團和軍人是表類如一 軍人只不過是為了做事 軍人本身不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 因爲那個買版制度 令到他們曾經似乎是 現在看到其實不是 所以你可以說 泰國的命運一開始就是這樣 它是一個平衡點 就是各方面 去操盤的國家,去代表不同的買版階級 今天也是的,他信也是買版 他是代表外國的力量去統治泰國 阿彼實也是的,兩方面都跟中國有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泰國這個國家的經濟是買版的經濟 大量將他的資源、人力抽調 以前是農業立國,所以農民當然很慘 今年因為有些現代化的工業或者金融市場 這個城鄉的關係更加惡化 因為農村得到的支援是太少的 所以不能夠解決到廣大農民的需要 這個才是差訊可以一方面是貪污腐敗 一方面是透過向農民施小欣小為 拿去的政治的資本 我們首先要記住第一個重點 其實泰國的民主,好像我幾天之前跟台灣的政治 東海大學的政治是主任聊天 我們聊天說台灣,因為香港爭取民主有個北京在那裡阻礙 台灣似乎沒有,其實你是錯的 台灣本身是有的,不過這個太相王是自己搞定自己 因為台灣實行軍事戒嚴其實得到美國和日本的支持 當美國是要轉移它整個全球策略 即是說它不能夠在一些原本落後的國家 國家再依靠一個獨裁的政權去拿到它最大的利潤 相反來說開放那個市場是能夠拿到更大的利潤的時候 政治上一定會變,就是原本是買版性質的軍事強人也好 一個一黨專制也好,一定是要走人的了 台灣出現了國民黨的專政,之所以瓦解固然是台灣黨外的抗爭 亦都跟美國整個全球的策略處現有關 泰國其實是一樣,泰國最大鑊的大家記得它就是1976年的 拉太龍回泰國引起的軍人的回潮 因為泰國的學運是1973年推翻了這個 就是拉太龍的統治,即是一個買版官僚政客的統治 即它的support就是在軍隊那裡,但三年之後又回了一次 因為震驚世界的,即是泰國歷史上一條血的歷史 即是這個問題就是說,我們再看歷史就是 今天的泰國已經不能夠好像以前那樣 以赤裸裸的軍事統治去做的時候 即是所謂民主的政治一進出來的時候 因為這個政府不能夠解決泰國整個 城鄉的撕裂、階級的矛盾 所以就產生這樣的事情 即是農民去支持一個大亨去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 本身就是一個幻想 這裏其實都發現到一件挺有趣的現象 剛才長蠻說過就是 為什麼論文會支持一個不是自己論文背景的一個政治人物 而是支持一個城市裡面的大亨呢 其實都有一些研究都會發現到就是 其實在他順域在選舉裡面贏的過程裡面 其實他是扔了很多錢去做一些 譬如說是選舉裡面一些可能是 例如賄賂或者甚至很赤裸裸地拍一些利益 給這個農村裡面的選民 令到農村裡面的選民覺得他信是他們的救星 他信是他們能夠翻身的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從這個選舉的過程裡面 你會看到就是說 第一 如果整個政治格局裡面 對於選舉工程的那個監管或者那個操作 它沒有一個很嚴格的規範的話 即是任得那些候選人可以是賄選貪污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 泰國政府本身 對於現在這個局勢出現這個變化 或者出現這個亂局 其實自己都要負上一些責任 第二樣的其實 其實在阿蘭泰國其實都有機會 都在書局打書店看到一些書 都會說到就是說 很大程度上就是這個 就是城鄉的矛盾 或者其實農民 在現在暫時還沒有找到一個真真正正的代理人 去代表他的利益 而他信正正是可以佔有這個政治的空間 出來為農民說話 所以有人就會覺得 也不會疑惑 一件事就是 其實他信本身 就是某程度上 有人覺得他是奸 或者有人覺得 他都是貪污很腐敗 但是為什麼農民支持他呢 其實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就是 如果 泰國政府長期 對這個城鄉差異是忽視的話 而沒有一個政府 沒有一個政策去調教這個差異 很容易其實是造就了一些人 他會利用這些社會矛盾 令到自己在政治上面有一定的眼力 所以你在泰國局勢的時候 絕對不能夠忽略了他本身 政治社會各方面的一些物諾去理解 或者這一次到這裏 我們下一節繼續 一會見